我想說我應該會成為香港第一位 做這個Impossible Burger的女記者 我想是吧?不知道 好惹味 誰說肉類一定出自在動物身上 我旁邊這個就是Impossible Burger 2.0裡面這塊肉是用植物做的 讓我試試它惹不惹味 很大 我想說它的肉味 就算我這麼多配料和醬汁裡面 都是好出的 再多一口 迷思又來了 用植物劑又怎會有肉味呢? 負責研發的美國公司Impossible 發現煮肉時之所以有肉香 是因為有種叫做血紅素 欠的分子 於是科學家就由基因著手 由植物提煉出大豆血紅蛋白 還說成品和真肉一樣 更有營養價值 大家一定會關心它的肉汁 和肉味 雖然它煮到medium rare 都juicy的 但看見真的比較乾身一點 肉味方面 我覺得我二十多歲都沒吃過這種肉味 因為你是完全不能定義到 它是豬牛羊雞 還是魚 純粹是一種很強的肉味 官方說之前有做過Blind Test 用真肉和Impossible Meat做Burger 給三個記者試吃 最後只有一個吃得出是植物肉 因為吃下去就味不像動物油 吃點Burger當然是叫酒Burger 只要一塊肉 只要一塊肉 先試一下 現在撇除了汗 沒有其他配料 只要吃這塊牛 它的口感有點像面子牛肉 然後混在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吃素的人未必會習慣 因為真的比較像肉味 除了吃到似真肉 當然要把握機會 嘗試煮 所以是時間要翻炸嗎 廚師們說 其實煮的時候 和煮真肉沒有分別 整塊夾起都很聚首 聞起來很香 而我就偷了嘗 要煮到Medium Rare 兩分鐘就剛剛好 我覺得今天的試吃 完全好像在吃未來的食物 整件事超級晒快 而香港部分的餐廳 已經確定會用Impossible Meat做食材 不知道大家吃完會是正面反應 還是負面反應 不知道會不會顛覆了人類的飲食習慣 作為消費者 關心價錢是很正常的 我就覺得 可以接受